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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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看的經文是 以色列民他們過了鴻海 他們剛唱完摩西之歌 美蒂安摩西的姐姐 帶著一群婦女 在那邊跳舞 在歌頌 但是我們剛剛讀的經文 就是他們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那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想很多時候 我們也是高興歡喜的時候嗎 都有你人生有許多 你如果人家問你 什麼是你最高興的時刻 你一定有一些可以回答的嗎 但是這個之後呢 是不是也會像 以色列民他們在曠野找不到水喝 就是有水呢也是苦的 他們的反應 會不會是你我的反應 那他們的反應到底是應該的 還是 神有些話要向我們說 另外 神是怎麼樣子來幫助他們 是不是今天在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一樣 神祂有祂的方法 祂也要我們在其中來學 至終是不是憑著信來跟隨祂 這段經文就幾集而已 但事實上我們會看到 其中有一些的現象會繼續發生 繼續重複 不只是對那一世代的人 事實上在我們人生人類 持續在發生 在我們自己的生命裡面在發生 那我們願意從這段經文來看 沒有水我們發怨言 有水會不會發怨言 那水苦當然 我們一定發怨言的 會不會 想想看 神有祂的方法 一棵樹丟進去就變成田了 神肯定有方法 如果是神的選民 那一定要受試驗 如果是神所愛的 一定有一些要學習的 你愛你的孩子 你一定會有一些對他的管教 有一些家規 一定有 為的是要他們成為怎麼樣的人 重要是 主角是神 他是那蠻有能力的神 同時是有恩典怜悯慈愛的神 他會行醫治 他會賜下水源 是你我所需要的 有誰可以不喝水 來存活 當然不可能嘛 但至終是這位神 他顧念你我的需要 他指下 今天我們坐在這兒 就是一個明證 很清楚的寫明 他是有恩典又有能力的神 他顧念你我 所以我們想要來探討的就是 在這段教會裡面 要幫助我們來了解的 什麼樣的情況裡面我們 我們會發怨言 那我們應該是怎麼看 當我發怨言的時候 或者別人發怨言 我們應該怎麼來看 那神是不是會試驗 試驗 他的兒女 試驗我 我怎麼樣看 這是不是試驗 試驗跟試煉 跟試探 是有分別 特別是跟試探 試探 就是不懷好意的 這樣子的來 測你 來試驗你 試驗跟試煉 本身是好意的 是願意你成為好的 對的 經過這些 讓我們看見 我需要在哪裡 還有主的憐憫幫助 那神他是提供醫治嗎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覺得 神他不太管這個 我身體軟弱 神不會醫治 我心裡愁苦 他不會醫治 但神會不會醫治 問你是我要不要接受 我願意接受嗎 可能他所醫治的方式 跟你我所想的不太一樣 這些真理跟其他人有什麼關係 還是只有跟我有關 我們如果接受這樣的真理 來改變我們當中 是否能夠也一樣來成為其他人的祝福 所以有些什麼需要做改變的 這是我們自己 讓我們明白神他自己的真理當中 最重要的是先從自己開始 如果今天明白 多一點了解 有關發怨言 有關發怨言 我所想到是 原來他這樣發怨言 我所想的都還是對方的話 那這就失掉神第一個要告訴我們 要幫助我們的 是我 是我 好 我們看 曠野沒有水發怨言 他們走了三天找不到水 三天 到了馬拉不能喝那點水 因為水苦 所以那地名叫馬拉 百姓就向摩西發怨言說 我們喝什麼呢 馬拉就是苦的意思 拿爾米 我們在路德記那邊 一開始就看到拿爾米 那當他 後來他丈夫死了 兩個兒子也死了 他要回他本城 這些婦女們看到他的時候 說這不是拿爾米 然後說你不要叫我拿爾米 因為拿爾米的意思是甜的 你們要叫我馬拉 因為我吃得好苦啊 那全靈者是我受苦啊 就這個苦 很苦 如果你在當中 你會不會發怨言 會不會發怨言 今天 走了三天找不到 好不容易找到水 水是苦的 如果今天下大雨 你會不會發怨言 我知道很多時候 我們早上一醒過來 今天天氣 哎呀實在是 很掃興 準備要出去了嘛 當然現在你很多時候 你會看你的天 氣象預告 當然比較明白了 但是有沒有其他事 可以發怨言 吃三餐的時候 會發怨言 我桌上其實很多東西了 我桌上其實很多東西了 但是今天不太合我胃口 怎麼這個太鹹了一點 有誰不發怨言 你可不可以先舉手讓我看一下 你可不可以先舉手讓我看一下 或者你不發怨言 但是你的心裡 你們修養很好 有時候我會自己這樣講 因為我們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我說的話很多時候不太合疑 那事後呢我想 下次我就不說啦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 下次我就不說 不說是不是表示你的心裡面 就是很平息 還是說你心裡面在低估 你的心裡還是繼續在牢騷 甚至說 哎呀 你怎麼 我其實是為了你好才講的嘛 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發怨言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不對 大家都發怨言嘛 其實發怨言這個字的意思 我想是蠻有意思的 它的字 其中一個意思呢 就是在哪裡住下來定居 住下來 過夜 過夜 就是要停一陣子啦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思想意念 一直在你的腦中 就是這個事情呢 實在是不對 不好 不合我的意 然後一直在那邊繞 就停在我的這裡 一直在想 然後不講不快 那當然對他們來講 這個是生命的問題 沒有水嘛 這個是大事 這個是大事 但會不會有其他小事 芝麻綠豆的事 繼續就是讓我 我住著豪宅 但是因為有一點冷的小事 讓我心裡很不爽快 我就是非常在意 就是專注在那兒 我的配偶 其實對我已經非常非常地有恩慈 但是我所看到就是 他其中有那一點呢 讓我就是過意不去 我就是抓著這個 他就是停在我這兒 我所看到就是這兒 會不會 然後我就發怨言嗎 因為我看到了嘛 這是我所在意的嘛 特別是你我現在手上都有手機 我不太高興歡喜 或是我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馬上發出去 會有什麼結果 我也是啊 每個人都是啊 我也是我也是這樣 這樣子 這個怨言牢騷下去 會影響多少人啊 會不會影響整個 越來越走向的方向是 有想什麼就說什麼嘛 就是真正的你啊 我要做個真正的我啊 我怎麼想就怎麼做 就怎麼說 對嗎 當然 今天我們會這樣 發怨言 發牢騷 肯定也不是 都是我的錯嘛 因為我父母就是這樣嘛 對 我的父母就是這樣嘛 我的孩子呢 會不會發怨言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嘛 發怨言我想 我們都覺得沒什麼嘛 這個小事 應該的嘛 每個人都有情緒的嘛 為什麼不給發怨言 三天前他們經歷了什麼事情啊 才在那邊宰歌宰舞 在宋戰神怎麼樣帶領他們 讓他們面對埃及追兵的當中 怎麼樣神把紅海分開 讓埃及全軍覆沒 看到神的大能 看到神的供應 神的帶領 摩西做了摩西之歌 以色列民一起來唱 米利安 帶著婦女在 跳舞 上次我提到 米利安 好像也要叫這些婦女一起來唱 其實不是 他們也 也唱 這個他們事實上是 講到這些原來在唱歌的這些男人 那米利安帶著婦女呢 是一起 在那邊跳舞來回應 他們 告訴他們 你們要唱 要讚美 所以我上次有 大概兩次 我寫一個女字旁的 你們應該是 男人的你 但無論如何我們所看到的是 他們在唱歌跳舞在歌頌神 三天之後 他們現在 在抱怨 可以多一點來思想 你我生命裡面所經歷的 神有沒有恩待我們 主有沒有保守我們 我們在美國 我們現在在這兒 一起可以自由敬拜 有沒有神自己供應保守 有誰可以否認神 不是這樣一位神 還是都是憑我自己的能力 我今天可以誇口 這都是靠著我 還是說我知道 這是神自己的作為 如果 多一點回來想 神是怎麼樣子的保守 帶領他們走過 如果神能夠帶他們過紅海 保守他們 免受追兵 來殺戮他們 那現在難道神 能力說 就減少了嗎 他綁壁能夠縮短了嗎 難道是這樣嗎 難道他不管我們 把我們從埃及帶出來 就是把我們扔在這兒 讓我們渴死嗎 我們會不會也這樣想呢 今天在你我生命裡面 我們所面對的 看起來是很大的難處 我們唱的詩歌 好像大山擋住了 神帶領保守你到今日 我帶領我到今日 會不會繼續來帶領我們走 他如果呼召我們出來 難道就把我們丟在這邊啊 還是我可以回到他 已經所做的 在這一生裡面 他已經怎麼樣地帶領我 我可以認清 他是這樣一位神 他沒有恢復過我 他事實上是恩待我 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嗎 可以看到你的孩子 雖然他也有很多可能讓你 心裡面覺得能夠更好 那就更好 但是你們有沒有看到 也都是神的保守 在他們身上 你今天還可以關心他 可能跟他還有很好的關係 雖然還有很多地方 可以改進 你們看到這一些 特別是你的配偶 我講過很多次 有時候我比較心平氣和的時候想 為什麼師母他要跟著我 沒道理的 要跟40年 怎麼跟著 那怎麼跟 跟這樣的人 你都講你這個真的很古怪的人 沒錯我是有點古怪的 你怎麼樣跟著你老公 為什麼要跟著你老公 太多的恩典 也是神在他的心裡面 在你的心裡面 讓你願意委身 願意繼續跟著 雖然這個老公或這個老婆 不是那麼 十全十美 不抱怨 不發怨言 可能嗎 可能嗎 其實 我想是不可能 在這一輩子 除非神 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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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待你 我想為什麼 菲利比書這邊提到了 全所行的 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使你們無可指摘 誠實無為 在這彎曲被謬的世代 做神無暇吃的兒女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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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發怨言 遇到執政掌權的很多時候所做的 我們會覺得 會不會發怨言 不用這麼大事了 遇到我們生病 小小的病 遇到我們 不如意的事 可以在公司裡面 可以在你自己的 其他場合當中 關係裡面 會不會發怨言 如果大家都發怨言當中 我們發怨言 發少一點 或者甚至講的不發怨言 你想會不會突出 應該會了 顯然這個人生命不太一樣 不發怨言 不發怨言 疫情 這麼久以來 我沒有聽到同工發怨言 你知道AV room 他們 或者是Usher 做招待的 敬拜小組 還有許多同工在背後做的 我們不知道 在帶小組的 團氣的 我們沒有聽到什麼怨言 為什麼沒有發怨言 其實菲利比書前面很重要 上下文非常要緊 上面所提到的 要看別人比自己強 就是要看重別人 然後接著用主耶穌 他自己 我們要以基督的心為心 他怎麼樣 自己能謙卑 不以神同等為強奪的 就是不把自己本來跟神 他就是神 他不是抓著不放的 他願意成為人 他從這邊講下來 如果我看重自己 你想我會不發怨言嗎 不可能的 我看重自己 把別人看得比我輕 那當然 我老子重要嘛 你今天怎麼那麼擋路 你今天怎麼不按照我 所說所做的 我按照我的心意來 服侍我 我怎麼可能不發怨言呢 看別人比自己強 虛擊 我知道靠自己做不到 不可能 所以唯有我們是福在主自己 他的帶領裡面 看到 他把每一位帶進他的家中的 都是我的弟兄姊妹 都是同樣用主耶穌保血 買出回來的 那我們就看見 弟兄姊妹在服侍裡面 很少有怨言 因為我們看到每一個 都是寶貝 都有他的 神救贖的 意義價值在當中的 當然我們也是存著這樣的心 來與其他人來交往 所以如果我們是這樣子的 很少發怨言的當中 我深信 神就在使用你我 菲利比書這邊提到的 在這彎曲背面的世代 要做這光的子女來照耀的 人會看見 你是不一樣的生命 同樣的遭遇 但是有不一樣的回應 反應 百姓向摩西發怨言 我們要喝什麼 好吧 摩西的 反應是怎麼樣 摩西哭求耶和華 耶和華只是他一棵樹 他把樹丟在水裡 水就變甜了 摩西有沒有向神發怨言 這都是你叫我嗎 當然他也會的 他也會軟弱的 我們之前也看到了 他想 跟法老見面 結果百姓就 要做更重的功 他們當然 就會怪罪 摩西跟亞倫 去找法老 要把他們能夠 帶離埃及 摩西當然也會 但是在這邊我們所看到的 其實他是 已經在學習 在成長 摩西知不知道 怎麼樣的方法 能夠讓這個水變甜 如果走了三天 遇到的水是苦的 摩西其實在曠野之前 我們看到 神呼召他回來 帶領以色列明之前 摩西在曠野 已經待了40年 在牧羊 他對曠野應該相當熟悉了 事實上也是神在預備他 不然他怎麼帶領以色列明 但是遇到水苦 但是遇到水苦 他知不知道怎麼樣解決啊 今天我們在人生的路上也是 有太多事 不是你我可以解決的 我們不知道如何 能夠把它做好 把它規正 把它治好 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我們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但是看到很清楚 摩西 他知道要向誰來求 呼求也好 他呼求神 這也是今天我們要做的 通常我們都會先求人 那不是說不能夠求人 神也是把人 可以是家人 可以朋友 可以是不認識的 神把人放在我們周圍 當然這是普遍的恩典 祂願意我們來求幫助 當然我們彼此的幫助 但是至終我們是要求神 你有太多是人所不能夠做的 他就向神求嘛 那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 指示他 需要神指示 如果今天沒有神指示 我們只是按照人自己的能力 聰明智慧來做 太多事 我們沒辦法去面對 做不好的 可以是越做越錯 在摩西知道自己沒辦法的當中 他知道要向誰求 神耶和華就只是他一棵樹 他把樹丟在水裡 水就變甜了 那其實有關樹 這個樹是什麼樹 在這邊當然沒有寫 如果這樣一棵樹 堆到水裡就可以變甜 我相信今天一定很多人在種這樣的樹 特別是在沙漠這些國家 我沒有聽說過 我沒有聽說過 那當然是神的恩典 在那樣的時候 指示摩西這個樹 這個樹 樹本身在聖經裡面呢 是一個蠻重要的 一個象徵 它可以象徵什麼 很多部分 我們之前在唱摩西之歌這裡面 他就提到 在十七節那邊講到 你要將他們領進去 摘於你產業的山上 葉華就是你為自己所造的住處 就是用你手所造的聖索 你要把他們這些子民帶進去 摘在你的山上 樹 神常常用樹來代表你我 像一棵樹摘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一人要像一棵樹 摘在溪水旁 耶穌講他自己是真葡萄樹 以賽爾先知神透過他講 他把以色列民好像葡萄樹 從埃及帶出來 他種的是本來是真的葡萄樹 但是卻成了野葡萄 樹 神常用這樣子來代表人 人 事實上主耶穌他 在旧約裡面已經預言 耶穌的根 或者是應該叫鈍 就是這個樹好像已經砍斷了 只剩下這個樹 矮矮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鄰居 那個樹砍掉了 還有樹根 還有這個很短的樹幹的部分 他講這個鈍 耶穌的鈍會發出根來 Shoot 這個牙會發芽 他講到就是講到 已經預言耶穌基督 會出來 好像已經都被趕進殺絕的當中 君王會出來 救世主會出來 樹很重要的在代表 其中一個意義講到人 特別是講到耶穌基督 但樹另外還有其他意義 我們待會再談 或者下次再談 在緊接著經文裡面提到的 在25節後半部 26節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為他們定了律律典章 在那裡試驗他們 又說 你若有意聽耶穌基督 你神的話 若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留心聽我的誡命 守我一切的律律 等等 待會我們會再談 但是這邊我們看到 就在那裡 神為他們定了律律典章 在那裡試驗他們 選民必須要受試驗 有沒有注意到新聞獎的 有些學校或者是錄取的標準 都提到現在不要用考試來決定 不要用考試的成績 因為考試是 你們有特權的人 肯定分數比較高 你們特別是這些逼迫人的 這麼多年來的結果 你們總是佔優勢 所以不要考試了 從今以後不要再考試 我們為什麼要考試啊 為什麼要試驗 你如果是做評管的 要不要試驗 我不知道你們當中 我知道Joseph以前是做這個 軟件評管的 你們怎麼做評管 一定有一個標準吧 一個標準 然後你還蓋章 我這通過了QC 或是QA 有標準 那標準你說要不要試試看 量量看到底達到標準沒有 達標了沒有 還是我們都隨便 家裡到底有沒有家規 還是怎麼樣都可以 肯定有吧 沒有寫下來而已 你孩子都知道 媽媽數到三的時候 我才要聽話 爸爸大聲一點的時候 我才聽話 我們現在也在邀請一些 比較年輕的弟兄姐妹 特別是弟兄 就是做丈夫的 做父親的已經信主的 我們希望能夠多一點 從教養孩子的這方面 能夠從神的真理裡面來幫助 一起來走 真言有許許多多講到有關管教 他講到 他講到 要管教你的孩子 不可以認他的心死亡 不管教他 你就是恨誤他 愛他的 你隨時管教 管教就是一個試驗 因為你有一個試驗 當他沒有做 沒有按照這個試驗 他沒有遵行的時候 需要管教 為的是什麼 不是你要發洩出氣在他身上 不是 為了他能夠達標 能夠成為怎麼樣 你希望他成為一個對的人 要教養你的 要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道老的他也不偏離 要教導 要教導你一定有一個標準的 要看看 然後要看看他到底有沒有按照你的教導來走啊 所以 這邊提到 你若留意聽你神的話 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留心聽我的誡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這是一個試驗 當然今天你我 如果要照這樣的標準 都不能夠達標了 但是有沒有那樣的心 我願意 當然也需要清楚再說一次 基督徒不是像很多目道友會害怕的 這個可以做 那個不能做 不是這些外表的做與不做 許多的條例 當神設立這一些是要他們的心 他們的心能夠 第一個回到神的面前尊重神 做父母的來教養孩子一樣 他們需要學怎麼樣來尊重父母 他們還要願意 不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以色列民發怨言 就是 我尊重是我自己 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是誰的眼中啊 如果是我眼中的 那就像世事記所說的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另外在其他經文講到是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往個人任意而行 那個任意而行其實 更正確的翻譯就是 行他自己眼中看為好的事 行他自己眼中看為好的事 今天要是沒有這些試驗 沒有神加添下來幫助我們去看 瞭解自己的話 我是看我眼中我自己看為是好的事 我就怎麼做 你說黑命貴 黑人的命當然是寶貴 但是其他人呢 這不只是那樣的意思 黑命貴事實上有其他的 他自己的agenda 他的一些議題 但是如果今天只是我所想的這個叫做社會公益 我們走出來的就是現在的情況 我看做是好的 從我眼中看的 那你眼中看的跟我會不會一樣 你能夠不發怨言嗎 這個綠綠點章 誰訂的 如果是我訂的啊 那我說一尺這麼長就是這麼長 我說金兩次這樣是一斤就是一斤 那你服嗎 你想我會偏自己還是偏你 我手肘是往內彎的嘛對不對 誰訂這個標準 到底應該是誰訂 如果今天沒有神啊 誰的拳頭大誰當家嗎 誰說話算數嗎 當然你也不會服 你心裡面肯定會發怨言 肯定 不能夠表達出來有可能 選民要必須要受試驗 在之前當 以色列民還沒有出埃及 神在預備他們 講到他們需要守無效節 或者無教 就是East Eleven 無效 Eleven 要守無效節 因為神說我當 滿430天 那一天我要把你們從埃及帶出來 他講的是要把你們 的軍隊從埃及領出來 軍隊啊 神稱以色列民是他的軍隊啊 你可以想像嗎 這一群原來是做埃及法老奴隸的 做埃及人奴隸的 今天神他們 稱他們是 耶和華的軍隊 當然 神稱他們也稱為是 要做自己的子民 把他們栽在他的山上 神要這一群原來是為奴的 只顧自己的 今天成為他的軍隊 可以 跟隨他服侍他的 是他所愛的 你想需不需要 試驗 還是 試驗呢都是不好的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自己生命嗎 有多少試驗 我會不會去看說 這是神他願意我來看自己 原來我是這麼 不知道感恩 原來我是這麼容易 就怪罪別人 原來 我活在美國這樣的 還是相對來講 很安舒自由的這樣的國家 我不知道說好好的禁我 該禁的一份 你知道 最近的 在烏克蘭那邊的戰爭 我聽說有人 做一個調查 美國 如果今天有戰爭 你會不會為美國來爭戰 你知道多少人說 我不會 我趕快跑 我才不會像這些人 還特別從不同的國家 回去烏克蘭來爭戰的 那樣的時刻是一個試驗的時刻 困難來到的時候 就是一個顯明的機會 到底我是怎樣的人 今天孩子有問題 父母是彼此指責呢 還是說 我們一起同心來 到神面前來呼求 同舟共計 還是因為那樣就分手 都是你不對 需要受試驗 然後我才知道我需要向神呼求 因為我做不到 試驗幫助我們看到自己 試驗是一個窗戶 看我的內心 但是需要神的真理來幫助我看 不然我還是用自己的角度看 肯定看錯 看到都是別人不對 看到或者只是自己的不足 我沒有出路 看到我就是這樣子 永遠不能改 這不是神的心意 神願意我們是看到的事 在這樣的試驗裡面 我雖然不及格 但是神祂恩典 繼續願意幫助我們 祂的真理繼續 要來帶領我們釋放我們 繼續在改變我們 這是一個成善的過程 我們一生持續還有許多的試驗 其實試驗不是在這個時候才有的 創世紀 創世紀一開始 天花神 天花神吩咐他 亞當他說 園中各樣素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 分別善和素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 必定是 神一開始 把自由意志 當我們說神按照祂的形象造人 祂把這個自由意志 一起造在人的裡面 所以你可以選擇 你所有園中的樹上 每一顆果子都可以吃 只有這一顆不可以吃 你要做什麼選擇 這是一個試驗 一開始 在自由意志當中 我們就需要去學 到底我要聽神 尊重神 還是我要聽自己 我要行我眼中看為好的 還是要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 到底誰才是神 我想很清楚了 今天如果我們 當我們唱詩歌 他為我 在大海開出路 如果我以為 嘿 我才是主角 那搞錯啦 他是主角 他是神 但是他願意我們在當中 來蒙受他的恩典祝福 來見證他 是怎麼樣一位神 所以不是沒有難處 當然有難處 但是難處裡面 更是要幫助我們 你看看到的是 神他願意繼續幫助我們 來成聖 越來越像他的兒女 這樣在見證他是 這位活神 就是在困難裡面 我們繼續在走的 憑著性在走的 不是看到有苦水 沒水我就 就是一直在那邊抱怨 就停在那邊 我們今天當然不會繼續講 講完但是 在以林納爾那邊有 十二股水泉 你想他們是不是都不會抱怨啊 有沒有誰這麼有信心 他們絕對不抱怨 在那邊都是相安無事 當然聖經沒有寫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之後還有許許多多站 他們要走 在曠野 在曠野 事實上後來要待三十八年多啊 為什麼 那一世代的男丁 二十歲以上的 全部在曠野 過去了 為什麼 如果在以林 可以全部都沒有怨言的話 大概不需要後面三十八年 今天神繼續存留我們在世上 有祂的使命 包括讓我們繼續在學怎麼樣 是憑著性到祂的面前 說神啊我確實不行 但是我靠著你 你要改變我 還要改變我 還要成勝 越來越像你的孩子 神願意我們 願意我們經過這一些 是有祂的美意 再說一次 試驗 不是試探 但是惡者可以讓試驗 好像變成試探 因為我們憑著自己的惡心來回應 就中了惡者的詭計 神他可以讓這些難處 擺在你我的面前 他的用意是願意我們 按照他的真理來回應 憑著性來回應 但是當我不願意這樣來回應的時候 惡者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說 嘿你看神不愛你啊 神他如果愛你 怎麼會讓這個難處擺在你的面前呢 他愛你他怎麼好像不聽你禱告 不聽你開一條路呢 神試驗我們 是要我們回到祂面前說 我知道你可以開紅海 你當然可以繼續帶領我 可能不是開那個大的路 可能你用直升機把我帶過去 都可以的 神你有你的方法的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做 但是我曉得 你既然信實的帶領我走到今天 我絕對相信 主啊 你願意繼續使用我 來見證你是怎麼可以為神 特別是我們今天是中之主日 主耶穌說他知道他馬上要面對的 就是被釘十字架 他有沒有怨言 我們沒有看到四福音書裡面 當然不是只有從四福音你可以記載看到 那是他是無瑕疵的羔羊 他沒有發怨言 因為他看到前頭的喜樂 他就可以忍受十字架 他定義就是要 喪失之架 如果是這樣一位神 我可不可以求主給我多一點信心 再給我多一點信心 今天我所要想 本來最後想要講的是什麼呢 西伯來書 這些人 都是存著信心的 存著信實的 並沒有得到所應許的 雖是從遠處看見 望見 且歡喜迎接 承認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市寄居的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 你有沒有忘見那個 你所忘見的是什麼 你在迎接什麼 更大的事業 更大的公司 更高的職位 更高的職位 還是什麼 你羨慕的是什麼呢 我羨慕的是什麼 這些人 他們所看的 所想的 幫助他們在走 這世上的路 神好像沒有聽你的禱告 有時候好像是這樣 沒錯 但是 不是停在這個世上而已 哪一天我要離開的 你也要離開的 那問題是 現在你是不是在盼望 你將來要去的 有沒有看清楚 如果是看清楚 我現在會知道 我要怎麼走啊 有主自己來賜福各位 因為他的心意 肯定是好的 不然不用 把耶穌基督賜下 被定十架 從死裡復活 把永遠的生命賜給 凡事真心信靠他的人 願主自己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面對 生命裡面的 生活當中 各樣的事情 學會怎麼去看 他要我們看的 成為他人的祝福 未免牽 process時 清晰 消音